王老板 今天你是商人我是大人 我向你行李 你应该回李才对 我要向你行 我要向他行李 老板 张大人说的对呀 万一让人看见 还以为您对朝廷命观不敬 好了好了 知道了 张大人你好 好 王老板请 请 不知要叫进城睡吗 大人这菜还没卖呢 他干嘛有为难老百姓 要睡 看见没有 这些当差的都是五相爷的 五相爷规定 进城的人要查 出城的人不用查 刚刚我过的时候没有查我 他们有的时候也看人下菜点 先别说了 我们先进城吃一碗炉煮火烧再出城 好吧 走 王老板 这就是穷人乐炉煮火烧 穷人乐炉煮火烧 我希望能有特别好吃的东西 哎 保证满意 老板 掌柜呢 呦 哎呀 哎呀 哎 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儿 请 张大人 您来了 啊 这 还带着几位客人呢 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啊 这位是黄 王老板 这位是公 孙管家 啊 各位好 今天呢 我是特意带两位贵客 来尝尝你的手艺的 你可要用心做啊 一定一定 等会儿 据说这里有非常好吃的小吃 非常爵味 连皇上都吃不到的特别好吃的味道 真的假的 哎呦 那可不 我这儿的炉煮火烧 我敢说 比皇宫御膳房做的都好吃 那你可得拿出看家的本领啊 看看是不是真的连皇上都吃不到啊 你几位放心 我保证做鸡碗 跟上次给张大人做的一模一样 不用一模一样 就做那种最便宜 最普通的 行 好 那您请问稍坐 好 喂 你有没有搞错啊 最便宜 当然了 最便宜才是最正宗 最有味道的 比张大人拿到御书房的还要普通 比还要普通的 要更加普通 更加普通 难道更加普通 能比宫中的御膳好吃吗 被我暴露身份 都受了八百遍了 我给你倒茶 你想穿帮忙 不是 可是皇上是九五之尊 给我倒茶我受不起啊 可哥刚才城门你受得起 现在受不起了 原来皇上是要故意为难张大人 不是为难 是考验 如果你现在不下跪的话 就是对我不敬 对我不敬 就是死路一条 但是如果你下跪 同样的 你就会暴露我们的身份 还是死罪一条 这不是左也是死 右也是死吗 还不止 如果一会儿这吃的不如宫中的好吃 也是死罪一条 多谢皇上刺杀 这是什么烂东西啊 皇上是天子 是大人 草民是非子 是小人 所以小人下跪也是小小的 行啊张少谷 算你聪明 好吧好吧 以后微服出巡 就用这个暗号 遵旨 卢主火烧 卢主火烧来了 您尝尝 还有这蒜 尝尝 我先吃 长辈 长辈先来 怎么样 少吃点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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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我还要 小孩不懂事 好吃 好吃吗 非常好吃 好吃的话 我的脑袋就不用搬家了吧 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真 哦 对 他是个唱戏的 总是演皇上说顺嘴的 我说呢 我这东西 可是连当今皇上都吃不着呢 是啊是啊 嗯 嗯 当今皇上都吃不着 这样 再来一碗再来一碗 好嘞 大家都来一碗 再来一碗炉主火烧 来来来 都给你都给你 慢慢吃 这是太好吃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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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